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保优先让符合资格并且急需购物的B40群体家庭购买 他也表示 政府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宣布 波出3,500万令吉作为国内新建可负担房屋用途 而每间房屋价格介于7万5千令吉 dalam program Rumah Mesra Rakyat RMR tahun ini kerajaan telah mempuntukkan 315 juta yang mana tuan-tuan tanah yang ada tanah kita akan berikan mereka 20,000 subsidi dan rumah rumah yang diberi akan berharga 75,000 jadi 20,000 diberikan subsidi 55,000 mereka harus mengambil bank loan untuk bayar pinjaman 另外 他也否认国家房屋发展公司的工程 另一方面 Zulayda Jinwu也为国家房屋发展公司 在沙拉越的新办公室主持开幕一事 该办公室位于波特拉在野的 Dun Adulaman Yegulu 而沙拉越仍如今可前往该办 市处处理购买房屋申请事宜 Zulayda今天造访石龙门期间 也答应拨出300万令吉 作为推动石龙门社会经济发展的用途 Zulayda表示 有关拨款将冲作乡区发展中心建设 同时也将冲作推动石龙门地区上的 旅游业发展用途 他也指出 石龙门的边境小镇西里京 具有进一步推动发展的潜能 因此希望加强有关方面的发展 即使提升商家收入 进而提升地区上的社会经济 他也表示 他在沙拉越的特别助理 也就是温夏尼之后 也将会与石龙门县长 积极在石龙门走动 以跟进地区上的发展计划 另外 祖莱达今日造访石龙门期间也移交拨款于石龙门中华工学 作为该校新建与盖走廊的资金用途 之后也与地区上的社区领袖交流 沙拉越以高山和洞穴闻名 是许多本地人和游客热爱的景点 但是也因为登山过程难免发生 迷路失联等不幸的情况 因此大马消整局将会透过沙消整局 成立高山搜索和拯救队伍 在必要时展开搜救工作 当局也会培训更多的本地人 藉由他们对当地的熟悉度 加速搜寻的工作 据了解高山搜索和拯救队伍 主要是由当地人所组成 毕竟当地人更加了解 山市和洞穴地形的危险性 当发生意外时 能够快速掌握情况 当然队员们也会获得津贴 以及防备的器材 地人所组成立高山搜索和拯救 祖莱达昨天主持 似乎在野消整局开幕仪式时表示 首支搜救队伍已经鉴定在蒙鲁 之后会延伸到四五个地区 包括尼亚石洞 因为蒙鲁是热门的旅游景点 因此有必要为游客留下良好的印象 高山搜索和拯救队伍会在街道投报后 快速采取应对的行动 确保安全救出登山者 在这之前 杀销整局也成立特别队伍 来应对发生在海边 或者是瀑布的意外事故 另外还有培训渔民消防队 来协助在海边作业的渔民 截至目前 共有53支涵盖2900人的队伍 已经获得成立 接着来关注全国的疫情进展 马来西亚今天新增1739宗确诊病例 相较于昨天有所增加 累计病例也突破了36万宗 截至昨天 4月份的单日新增病例 都在2000宗以下 其中有3天超过1500宗 分别是3号的1638宗 9号的1854宗 以及10号的1510宗 而1854宗病例 更是4月份和将近30多天来 最高的单日确诊数字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 今天发文告指出 截至中午12点 我国的累计病例来到了 36万0856宗 今天记录的确诊病例 以雪兰儿位居榜首 高达535宗 而沙拉月的443宗 则是排名第二高 接下来破百病例的周数 有沙巴127宗 以及槟城113宗 国内累计病例在1月和2月期间 几乎每隔3、4天 甚至两天就有一万人确诊 3月份开始则有下降 每隔7、8天 有一万人染疫 不过根据诺西山发布的图表 过去两个星期的单周病例 有回升的趋势 接着把焦点转到沙拉月 沙拉今年计赠443宗 新确诊病例 当中以明都鲁的病例最多 达89宗 接下来是 沙拉月 新增了三个活跃感染群 也就是位于古近的 阿巴巴巴巴苏比斯感染群 和巴达鲁丁路感染群 以及来自如楼的 南亚克拉纳斯感染群 此外 沙拉那管理委员会 也会针对任何出现 确诊病例 巨增的省线或地区 落实针对性的 加强式行动管制令 继续带大家关注 由社会保险机构进行的 城市贫穷职业计划 将提供一万个就业机会 给城市的弱势者 涉险机构首席执行员 纳豆斯里莫阿兹曼指出 有关计划 包括为城市的弱势者 安排工作面试 让目标群体拥有一份职业 他说各领域的雇主 将会进行面试 以便填满 一万三百零五个职业空缺 涉险机构 今年三月 在多个人民组屋 及公务地点 举行工作展 过后推荐 城市贫穷就业计划 阿兹曼说 城市贫穷职业计划 也提供职业辅导服务 商业注册柜台 企业及金融咨询服务 职业培训 及登记爱心援助计划 在招聘奖业计划 也就是本扎纳 Kerjaya之下 过佣弱势群体的雇主 每个月可获得 高达六千令吉的特别奖业 至于以本地员工 取代外劳的雇主 则每个月可享有 高达四千令吉的奖业 想要求职者 可通过 www.careerfaid.perkeso.gov.my 登记 明都鲁的娱乐场所 被勒令 不可超过政府 所规定的营业时间 不然就会被对付 明都鲁区国会议员 拿都斯里张庆幸指出 该部确实有收到 民众的投诉 即从商店中 侦测到确诊兵力 文告中指出 张庆幸呼吁大家 给予高度的配合 若不遵守 可能或面对 吊销执照等的举措 我呼吁明都鲁所有业者 无论他们在哪一个行业 请保持高度的自律 预防冠病疫情的传播 如果他们继续忽视 标准作业程序 他们将自行面对后果 我会亲自邀请警方的介入 此外 他警告民众不要自满 只有严格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才能够确保民众的安全 及健康 来关注发生在 石龙门的一宗哥哥 误杀弟弟的案件 兄弟两深夜进入森林狩猎 却发生乌龙的狩猎事件 哥哥误会把弟弟当成是猎物 开枪射避 石龙门警区主任 伯基副总监 今天早上向记者 证实了以上的命案 是在昨晚九点多 在石龙门肝榜 是登江一带的丛林发生 据了解死者是现年 55岁的诺亨 嫌犯则是其60岁的兄长 两人是昨晚 一同从肝榜步行 进入森林狩猎 据报道 在夜黑风高的丛林内 伸手不见五指 而嫌犯跟死者 各自站刚等待猎物出现 事发时 嫌犯发现附近有动静 因此立即开枪射杀 没想到 当他摸黑 沿着声音处搜寻时 却发现身体重担 倒在雪坡内的是自己的弟弟 而且已经气弱犹斯 他随后立即走出森林 向附近肝榜的民众求救 而民众也协助联络 由于事发地点属于偏远的地区 消诊队员在抵达肝榜之后 还得步行入林 直到抵达事发地点时 已经是凌晨一点多 而死者也已经 完全没有生命的迹象 队员把死者 抬上单架之后 在步行大约一个钟头 才成功走出森林 叫后把遗体 交给警方调查处理 在现场调查完毕之后 遗体在凌晨近三点的时候 才有警方使用黑车 送往医院的停时间 待法医解剖证实死因 搏击副警监透露 目前嫌犯及两人使用的枪支 都已经带回警局 而警方将会援引 刑事法典第304A条文 也就是疏忽致死条文 调查此案 昨天在美里有一名男子 因为驾驶的四轮驱动车 在新榜邦卡兰罗东路段 发生失控意外 当场重伤毕命 消灯局发言人说 在昨晚9点30分的意外中 男死者被发现受困车内 而且也受了十分严重的伤 后来赶到现场的医护人员 也宣布男子的死亡 死者的遗体已经被交给警方 以便能采取进一步的调查行动 男死者的身份还有待确认 新闻来到尾声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舒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